你好 歡迎來到OMAMORI WORKSHOP 我是實況主RAID 沒錯 今天一樣要來玩的是七龍珠模組生存啦 今天已經是第三集囉 那在上一集呢 RAID輕鬆解決掉了蔬菜人之後 那麼RAID接下來會遇到什麼樣的敵人呢 讓我們準備進入遊戲吧 RAID輕鬆解決掉了 OK 那在上一集的輕鬆擊敗了蔬菜人之後呢 今天要來做什麼 今天應該是沒有戰鬥 今天RAID要來製作兩樣東西 一個呢是龍珠雷達 一個呢是戰鬥力探測器 沒錯 那這兩樣東西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需要高科技芯片 然後這個芯片的材料呢 RAID只差紅石 那如果說各位看過上一集的話 就會知道說RAID上一集很拼命的在挖礦 所以金錠有了 還有鐵錠也有了 像水晶也有 還有仙長率也都有了 沒錯 所以說要先去做高科技芯片 才有辦法製作龍珠雷達 然後RAID想要也要製作個戰鬥力的探測器嘛 然後做紅色的對不對 就是只差這幾樣道具啊 就是還蠻簡單收集的 那我們就先來去挖紅石 對不對 其實RAID很期待 因為可以召喚出神龍了 終於可以召喚神龍了 我要許願 我要變有錢 我想這是大家的願望 是不是 每個人的願望都是 我想要變有錢 我想要健健康康 等等的 好啦 那RAID先來去挖紅石吧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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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洪屍 挖洪屍 洪屍洪屍 在那裡 天啊 這地方也太 剛剛是有殭屍跳樓自殺是嗎 哈哈哈哈 我跳啪一聲 然後再過來看到一個屍體 然後就消失了 不要想不開啊大哥 對啊 我挖紅石 都沒想不開了 這麼難找 那邊還有苦地爬欸 哈囉苦地爬 走開 啊 喔 我最討厭遇到苦地爬了 對啊 煩死了 這麼愛爆炸 對不對 又不去找 又不去找點事情來做 等你也只會爆炸 氣死我了 好啦 我們先來找紅石吧 欸有鐵礦欸 好殭屍 嘿嘿嘿嘿嘿 擊殺 我們先來練一下等級 邊練等級邊挖礦 對不對 幹嘛啦 色屁色喔 色屁色喔 打又不痛 我是賽亞人欸 對啊 打又不痛 硬要打 喔 喔好多喔 幹什麼 走開 走開 喔喔 你怎麼上來的 你怎麼上來的 哇 哇 我被圍毆了 好緊張 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的血量 他們打我真的還蠻癢的 對啊大概是因為我穿裝備的關係吧 然後我撿到了 黃金靴靴 黃金靴靴 我重點不是要打怪阿 我重點是要挖紅石阿 我要挖紅石 可是有鐵礦 鐵礦就挖一下 走開啦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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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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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啦 討厭的傢伙 先續個氣好了 欸我又升等了欸 先點高 五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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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討厭欸 我在挖礦的時候 我在挖礦的時候 偏會遇到一些奇怪的傢伙 對啊 我們先插一下火把好了 省著一些偷襲人的傢伙又出現 對啊 雖然SORRY的是主要挖紅石阿 不過有一些礦石看到了我還是會想挖 對啊還是會想挖一下 對啊 既然都已經來到這裡了那就挖挖吧 那就挖挖吧 那就挖挖吧 對 猶豫就沒機會了 我來看一下 這邊可以過去欸 RID都忘記帶一些 帶水桶下來的 對啊 我找到帶水桶下來直接潑水在 在岩漿上面 對啊 潑出去 成為黑曜石 成為黑曜石 雖然我好像可以直接跳過去吧 可是我不想挑戰 太可怕了 硬挑戰直接飛過去是一件 不明智的選擇 欸 紅石我看到了 那邊有紅石 但是先插火把 紅石 我來啦 紅石 沒想到我們這麼快就見面啦 紅石 我愛你 多挖一點 對 多挖一點 然後看一下這附近有沒有什麼重要的礦石 譬如說水晶 鑽石 之類的 我們現在紅石挖完了嘛 我們先回家 我們就可以先回家了 因為紅石 雖然說 只需要幾顆而已啊 但是 這裡挖了18 18顆 對 所以差不多可以先回家 先回家囉 好 那瑞德挖完紅石之後呢 現在接著要去挖仙人掌跟沙子 沙子好像只需要一個 我看一下箱子有沒有 OK 沒有 沙沙 然後我還差三個仙人掌 那我們就 不要猶豫 出發吧 雖然現在外面天是黑的 應該很多怪物 對 應該很多怪物 不要來喔 欸 我的農田好了耶 這時候就先來整理一下農田啊 看到農田好了就整理一下 整理農田 我的食物 好開心喔 對啊 我終於不用 不用餓的肚子做事了 不用餓的肚子做事了 對啊 然後就可以 吃吃麵包 吃吃麵包 雖然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吃肉 但是 在動物好像都已經 附近動物好像比較少見的狀況下 只好 對 先吃個麵包 有動物的時候再來殺 有動物再來殺 好多怪喔 天啊 我們先挖一下沙子好了 其實雖然說 我是個賽亞人熱愛戰鬥 可是 當遇到圍毆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打不起來 等一下 那個是 龍珠嗎 然後那邊有個苦力怕 那邊有亮亮的耶 那是龍珠嗎 龍珠 真的是龍珠耶 有龍珠 快跑 有怪物喔 快跑 快跑快跑 拿到龍珠啦 拿到龍珠跟一個沙子 實在是太開心了 先燒一下沙沙 燒一下沙沙 沙沙咧 在這邊 然後龍珠存起來 太爽了 我們終於拿到一顆龍珠了 我記得我好像有拿到龍珠吧 可是那個龍珠不知道被我拿到哪裡去了 我記得剛開始我好像有拿到龍珠 剛開始好像 其實我有一點忘記了 對 我有劍妄症 我有劍妄症 很多人會以為說 瑞德你說劍妄症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覺得我的記憶力算很差啦 那到是不是到劍妄症呢 應該是 但是還不確定 我自己也不敢確定 不敢保證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劍妄症 好多怪喔 天啊 我覺得我還是等天亮好了 對 瑞德有點 不想要浪費力氣去做一些戰鬥 雖然說可以獲得經驗值 可是太多的狀況下 一隻兩隻就夠了 太多其實也不太好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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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走開 然後在燒仙人掌的時間呢 我們先來做一下 一組的芯片 先來做一下芯片 芯片要怎麼做呢 就是金錠 然後鐵錠 外金錠在這邊 然後 先人掌綠染料 然後底下再放水晶 就可以做出高科技芯片三片 三片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來做 戰鬥力探測器 因為現在就是 還不夠嘛 接著我們等一下再來做龍珠雷達 所以先來做戰鬥力探測器 要怎麼做呢 就是一個芯片 然後染料 玻璃再加上水晶 水晶 水晶一個 就可以做出戰鬥力探測器 然後大概就直接放在頭上 然後再按下快捷鍵 他就會開始探測了 開始探測 探測 這附近有戰鬥力四千的傢伙 究竟是誰呢 喔 應該是 看著在大片右上角的地圖 小地圖 應該是這附近有在底下 地下有那個殭屍 對應該是殭屍 對好 這就是戰鬥力探測器的製作方式 然後跟他的用法 然後也有戰鬥力五耶 誰啊 是巫賊嗎 巫賊戰鬥力五 應該是吧 對阿 接著就是要來做重要的道具 龍珠雷達了對不對 我們再做一個芯片 再做個芯片 芯片的製作方式一樣 都一樣 對就跟剛剛一樣 就是這樣做 再來就是這個 趕快做出來 我們就可以去找龍珠啦 龍珠龍珠快出現 好 我看一下怎麼製作哈 突然突然一整個忘記要怎麼製作了 龍珠雷達 喔 四個鐵定 然後一個水晶 好 我知道了 感謝 就是這樣 然後中間放一個水晶 然後在周圍再放四個鐵定 那我們這樣龍珠雷達就誕生啦 龍珠雷達呢 就是拿在手上 你就會看到右下角 對不對 那個在閃亮呢 就是龍珠的位置 我們先來找一下 我們這樣輕鬆的都做出來了 可是天又黑了 天又黑了 就附近有龍珠喔 而且我 我發現我家附近好多龍珠喔 我家附近超多龍珠的 欸 等一下 這邊有一顆 耶 找到了 輕鬆找到一顆 我們就是順著雷達的方向去尋找龍珠的位置 其實 很好找 龍珠真的很好找 可是這邊一次有三顆耶 太 太異常了吧 一次竟然有三顆 異常型 這裡 三顆 一顆 兩顆 而且是平行放耶 怪物 欸 我在找龍珠 你不要鬧 輕槍鬆鬆 龍珠龍珠 欸 珠珠生龍珠 珠珠咬龍珠 這裡有一顆 這是我的 好 那瑞德已經找到五顆了 剩下的兩顆呢 我覺得 等天亮再找好不好 等天亮再找 等天亮我在騎著金斗雲去找龍珠 龍珠龍珠在哪裡 在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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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耶 龍珠先生 欸 找到了找到了在這邊在這邊 這邊有一顆 離我還蠻 離我還蠻近的 對 看到了看到了 耶 我有六顆了 我有六顆龍珠了 再一顆我就可以 湊集七顆龍珠 召喚神龍啦 神龍出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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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顆不知道怎麼找 在哪裡啊 快點啊 我想要趕快湊集七顆啊 天啊好像要黑了吧 對啊天啊要黑了 感覺怕怕的 我還是用金斗雲飛好了 我用金斗雲飛找找看 對用金斗雲飛找找看 好遙遠喔 我已經離家不知道多遠了 已經四百多公尺遠了 可是我都還沒找到第七顆龍珠 我已經在這個空中 已經不知道飛了多久了 第七顆龍珠還是不見蹤影啊 天啊 好遠啊 我還在讀地圖耶 這地圖有點大 所以現在還在跑地圖 地圖還在跑 所以會跑得比較慢 快點啊 我要找到龍珠啊 我要回家 這邊到底是哪裡啊 看一下龍珠雷達 什麼都沒有 會不會龍珠 產生在特定的地形當中啊 沙漠不知道會不會有耶 我覺得我還是在叢林裡面找找看好了 對啊我在叢林裡面找找看 說不定就會讓我遇到 就會讓我遇到 在哪裡 在哪裡 等一下 那個底下那什麼 看一下喔 這是龍珠嗎 這個 這個該不會是龍珠吧 我先把我的金斗雲撿回來 因為我記得 等一下等一下 有枯弓 走開 我要找龍珠 不要阻止我 不要阻止我 走開 這個好像也是龍珠的一種吧 這個 敲開把它敲破 耶耶耶耶 我找到七顆龍珠了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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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喔 我終於找到七顆龍珠了 在天黑時刻 找到七顆龍珠了 回家囉 回家 欸 下來了下來了 回家回家 趕快回家太興奮了 一整個不知道金斗雲要怎麼操縱 欸回家囉回家囉 找到七顆囉 那個 灰灰的好像也是龍珠 可是那個灰灰的也是龍珠 所以要去敲破它 就要敲破它才會知道 然後 那種灰灰好像不會在龍珠雷達裡面顯示 對啊好像不會顯示 所以說 自己有看到自己要去敲它 在模組裡面 你去敲它 好像就會變回來 對啊 敲它就會變回來 好啦我們趕快回家吧 趕快回家 趕快去召喚神龍啦 召喚神龍囉 那之後呢 我們接著就是要來 擺設龍珠啦 龍珠要怎麼擺設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放這樣 三顆放這邊 然後另外三顆再放這邊 剩下一顆 就把它擺放在中間 你就聽到 有這個音效聲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對著中間這一顆 點下右鍵 龍珠就會 召喚出神龍來啦 沒有錯 緊張嗎 我很緊張 因為我們終於可以見識到 地球上的神龍 究竟長個什麼模樣 我們 召喚吧 欸欸欸欸等等等等 沒有了嗎 好 好吧 那如果說各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按下喜歡及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